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阅读教我的事,我是俊文 最近台湾的疫情已经趋缓,虽然维持三级警戒 但2021年7月13号起将适度的微解封 防疫书单这个系列呢,目的就是在介绍一些适合居家防疫的书 希望大家多多待在家保持警戒,减守不必要的人与人连结 在疫情新闻之外呢,另一个震惊国际社会的新闻 是海地总统摩依氏,7月7号在住宅遭到暗杀 整个社会氛围陷入动荡不安 刺客教条,全龙蝶影,银翼杀手,杀手47 刺客联盟,刺客聂影娘,英雄,大叔,会计师,机械师 是谁杀了甘乃迪,终极追杀令,追杀比尔 黑色追气令,捍卫任务,冰与火之歌 这些杀手、暗杀相关的电动电影角色 在广大的电影迷、游戏迷新中留下深刻又强烈的印象 杀手总是给人冷酷无情的形象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暗杀往往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之一 甚至可以说杀手是最古老的职业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深藏在阴暗的角落 到底真实世界的暗杀长什么样子呢? 暗杀又有怎么样的历史呢? 今天就来介绍这本《暗杀世界史》吧 这本书的作者John Whittington是伦敦的电视记者 而译者林之湘则是之前介绍过的老年漫聊八阶段的译者 那这本书分成七个章节 依照时间轴从古代世界、罗马帝国与黑暗时代、骑士时代、宗教革命 革命时代一直到现代、世界大战与恐怖主义 最后则是成功逃脱暗杀的名人 我们特别挑了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跟大家分享 开始咯 第一个无王寥与专注 中国可以说是暗杀的拥护者 在最早的军事战略著作《孙子兵法》中就有提到 尽可能重金招募兼Spice 统治吴国的公子光是孙子所侍奉的君主之一 在王位争夺战中 公子光宣称被属属吴王寥欺骗 他急切想夺回王位 无奈吴王寥始终保持严密的警戒 走到哪都带着他的军队 包含一百名训练精良的护卫 自己则身穿三层的盔甲 西元前151年 公子光的得力助手吴子虚 找到了一名叫专珠的刺客 专珠高大魁梧 一心只挂念着自己的母亲 公子光承诺他 如果他成功去除吴王寥 他的母亲将衣食无余的遗想天年 就在达成协议专珠开始准备的时候 专珠的母亲上吊了 留下来的遗言告诉专珠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不想让他分心 这个毁灭性的演变 让专珠的决心更为坚定 但是他知道光靠蛮力是没有用的 因此他精进烹饪 想办法成为吴王寥家中的主厨 在一次的宴会中 准备了一条色香味俱全的鱼 当他乘上这道菜肴时呢 护卫先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确认没有任何可疑物品之后 才让专珠上前 正当吴王寥享受这条鱼 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时 专珠将手伸入了鱼身 拔出了一把匕首 在一眨眼之间 将匕首刺穿吴王寥身上的 层层盔甲植入心脏 数十名护卫急忙涌上 把专珠剁成了肉浆 公子光成功夺回他的王位 自立为王 就是吴王和驴 而那把精心打造 又能刺穿层层盔甲的鱼长剑 又名鱼长剑 这个故事被司马迁写在 史记第86卷刺客列传当中 记载了曹末 专珠 余酿 聂政 金戈古代五大刺客的 升平级事迹 司马迁或许是第一个 美化刺客的人 他强调了刺客的 自我牺牲与荣誉感 第二个 日本的现代化过程 1868年一场政变 终于结束了 幕府时代的军事独裁统治 在明治天皇的带领之下 恢复了帝国统治 天皇的顾问们迅速的 启动了现代化的计划 为的是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但是遵循传统的保守派可不认同 在这场违行变法的十年中 发生了许多次的暗杀 身为国家高级参事的 恒警小男在乘坐 教室反家的途中遭遇暗杀 现代日本军队之父 大春义次郎 因为推广征兵制 想取代世袭的兵役制度 又颁布废刀令 不允许军警以外的人待见 引发武士队旧有特权攻击的不满 遭到暗杀 内政大臣大九保利通 文部大臣深有礼 在日本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 纷纷遭到暗杀 第三个 亚伯拉罕林肯 1865年4月 美国内战看来快结束了 南方的李将军刚刚投降 虽然南部联盟的军队仍然抵抗 但是大局已定 林肯在一场演讲中暗示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黑人 获得投票权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 26岁的演员布斯 他用手枪暗杀了林肯 并在逃跑时大喊 这就是暴君的下场 林肯是第一位被谋杀的美国总统 之后还有1901年的麦金利总统 与1963年的甘乃迪总统遇刺 第四个 圣雄甘地 圣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中的英雄 也是暴力的反对者 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斗争将印度陷入分化的时候 他致力于硝米争端建立和平 在接近80岁的高龄 他仍然以步行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 他一贯的做法是先去穆斯林的家中拜访 然后待上几天 接着再前往下一座村庄 1984年1月30号 甘地在步行去坐玩岛时 被印度教狂热分子近距离枪杀身亡 行凶者控诉甘地 不公平的袒护穆斯林 带给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痛苦毁灭崩坏 甘地经常谴责暗杀 曾经形容暗杀是毫无益处的西方惯例 第五个 马丁路德金恩 马丁路德金恩是甘乃迪在公民权改革的幕后推手 他深受圣雄甘地的启发 希望能在美国用非暴力的方式击败种族主义 3K党炸了他的房子 在签书会的时候 被黑人妇女用猜信刀刺向胸膛 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最年轻得主的时候 他租的海滩小屋布满蛋孔 那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已满分五分来评分的话 阅读难易度 相当扎实的案例说明 还会把当时的社会氛围 杀手的动机 手法 人物互动的对话 甚至后续的影响都很完整的说明 每个故事的篇幅都不大 很适合透过一篇篇的故事慢慢阅读 很适合现在的碎片化学习 执行难易度无法平分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想去执行吧 喜好程度 暗杀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在过去无法更换当权者的时代 暗杀的确阻止了暴君 但是解放奴隶制定宪法 为什么也会遇到暗杀呢 也许所有形态的政府都会制造出刺客 对手握大权的人来说 即便推出了改革 将国家往任何方向前进 终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 引发地主啊贵族啊保守势力的反顾 这本书里面提到从圣雄甘地被枪杀到美国总统林肯遇刺 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内阁官员禅死到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成人取义 在凯撒遇刺之后呢 点燃了罗马长达14年的内战 不管是在伊斯兰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 不同宗教的发展历史中都有暗杀的事迹 马丁路德金恩曾经警告 暴力会造致暴力 暗杀也往往会造致暗杀 在改革推行的时候 极端保守派往往会为了守护既有的权利 而做出激进的暗杀行为 从王位之争 日本的武士配刀权 种族极端主义 到偏激的意识形态都有 有个理论是 暗杀民主国家的领袖 很少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一旦新的领袖出现 和已故的领袖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政府就会如往常一样运作 但如果被暗杀的是独裁者 事情发生改变的机会就更大了 2004年3月19号 319枪击案就在台湾的选举中发生 暗杀事件好像很难想象 但是也许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我觉得这本书相当适合 防疫期间对暗杀这个议题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看 那这集到这边也该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也可以留言你对这集内容的看法 那些阅读教我的事 我们下次见 拜拜